实际第三题 已经知道扇形的面积是1弧长12 求圆心脚的弧度 那我们知道面积 等于1弧长12 我们要求圆心脚c 好,那面积的话呢 就是2分之1r平方c 那弧长的话呢是rc 好,那这边 这两个式子我们就可以解连理 好,所以呢 那这里第一式 第二式 我们把第二式带入第一式 怎么带 2分之1r平方c 我可以写成2分之1rc 再乘一个r 好,把r平方拆开 好,那这个rc 就是我们第二式的2 所以2分之1乘以2乘上r 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式的1 好,所以约分之后 我可以得到我们的半径是1 好,半径是1之后呢 我们再带回第二式 好,所以rc 就是1乘以细大 就是1乘以细大 等于2 所以我可以得到我们的细大呢 就是等于2 好,那这个2 单位是什么 是弧度哦 好,它不是我们单纯的阿拉伯数字而已 它是弧度2 好,差不多 好了,我们再带上去